因为它这一整个系列非常贴心的事情 它是专门为中国人的法治所设计的 怎么说 那中国人的法治跟西方人的法治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尤其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名的品牌 他们其实迟到今年 才完整的出了一整个系列 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大家会觉得好奇怪 你们明明就已经有很多的产品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研究出中国人的法治 跟西方人的不同 不一样 我们的毛铃片比较短 比较短 角度比较开 也就是说毛铃片就好像鱼鳞片一样 它应该是一片一片包围住的 那像这样子我们是很容易这样子 很容易张开的 所以就会不那么顺 对 就很容易头发就受伤受损了 其实它这个系列最重要的就是 要帮助我们把所有会流失掉的养分 补充回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拉利欧拉雅的专业修护受损发制系列 来给他洗头发对不对 哇 天文老师也是想 先把这个要先搓起泡泡 先搓起泡泡来 对 要先搓出泡泡来 然后天文老师 你是先洗发尾对不对 对 我通常会建议就是说 洗两遍头发 第一遍先把头发上面的脏东西 先洗掉 冲干净之后再洗第二遍 在第二遍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洗头皮的养分 陈老师想问一下 你最近这款洗发水 你有没有一些成分是能够 可以修复这些瘦瘦头发 比较严重的头发 其实它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 凝固胶原的这个成分 它这个凝固胶原的成分 我刚才讲了 我们头发有毛了一片 对不对 很香吗 很香是不是 很香味道很好 其实你知道吗 头发长出来之后 头发本身它其实 头发本身它已经是死掉的细胞了 真的啊 对 是在头皮的地方它才是活的细胞 但是呢 它强调的是 真正的把你头发里面 跑掉的营养分 就好像我们平常在讲 胶原蛋白什么样的皮肤 从底层撑起来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在研究中心里面 是把头发当成皮肤 一样来对待 诶 想问一下 你觉得肯定老师手把怎么样 还行 不温柔吧 还行对吧 也不是特别专业啊 对 到你家店去染头发的时候 然后呢 他都会染完之后 给我做个头皮护理 那当时我不明白 我说为什么会做头皮护理 先听到这个咒我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洗头皮的部分 洗头皮的部分 一定要记得要用指腹 用指腹 绝对不能用指甲去抠 那你自己在洗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把手 从两个往中间 而且能说 我觉得可以是种 按摩示范压力的那种感觉 那柯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种洗发水 一般停留在头发上多久时间 其实真的不要太久 3到5分钟是最多的时间 就是柯老师你建议 就是一般可以洗两次 似乎比较好对不对 对 通常如果说你有用造型品的人 洗两次头发 好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其实一次彻底的 洗完就可以了 拜拜 我们一起穿水 美丽小嘎人 答题换保理活动 开简咯 上前的问题是 其他水一般要留在头发上 多久 3分钟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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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